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西部的尼日尔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然而在这里的人民却是穷的只能吃得起肉了 而且是三餐都吃烤肉 更让你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烧烤的方式很简单粗暴 直接用树枝穿穿 但穿肉的数量质量 估计一穿就可以抵我们这边的十穿吧 更夸张的是 他们甚至会把羊杀了后 把新鲜的羊肉直接用木棍架起来烤 想象一下在那里大口吃肉的感觉 如果再加点啤酒 那真叫一个豪爽呀 走在尼日尔的大街上 随处可见的都是烧烤摊 有的是将生肉撒上调料 放在烤炉里焖烤 就跟我们平时烤红薯一样 有的是直接用树枝织起来的架子 放到上面烧烤 如果足够幸运 还能看到当地人烤全羊 把羊放在树枝上摆成一排 用点燃的树木烧烤 场面十分壮观 事实上这里的人们顿顿吃肉 是因为这里的肉类的价格 比起蔬菜要便宜很多 当地的居民们宁愿多吃肉 也不愿花很多钱去买菜 于是在这气温高又干燥的环境条件下 造就了这里烧烤业的高速发展 有了烧烤业全球第一这个头衔 在这个全球烧烤业排名第一的地方 你有没有想去试一下的冲动呢 去体验一下站在街上大快朵移的快感吧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